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首相强分随后在推特赞扬紧急服务部门 警方也已经依反恐法逮捕三名分别29岁26岁和21岁的男性嫌犯 工作仍然在继续地订阅什么发生 我们可以在任何谈认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正在保证明镜与点栏目 初步研判认为由于火势迅速蔓延不像是汽车故障 尽管现阶段尚未宣布是恐怖攻击 但由专责反恐的部门与利物浦警方密切合作 正在展开调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